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要走经过highway一号公路 五号公路 还有97系 这基本上全是三路 开truck大概需要四个小时的时间 你要知道在这个英俗哥伦比亚 整个这省啊 全部都是三路 它是洛基山的开端在那边 从洛基山的这一边呢 就是说科隆纳 基本上就是在洛基山的这个温哥华的西边 温哥华的东边 温哥华在它的西边 那么翻过这个科隆纳 翻过这个洛基山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阿尔巴塔 阿尔巴塔这个卡尔加里和那个埃德蒙顿 这里的温度很暖和 这里非常非常这个暖和 这里温度非常适宜 冬天的时候呢 这个在这个埃德蒙顿那个大概有零下四十度的时候 这块就大概是零上十六度 大家看这个高速公路上的一个应急坡 这个应急坡呢 就是说当你车速太快失控的时候 这是一个冲上去冲坡 让你就是车速减下来 当你车砸失灵的时候 现在这个车我们基本上是在90公里的速度在跑 这个90公里的速度就说 平常它这个限速 那在下坡的时候肯定是要快一点点 如果你的车砸失速 车砸失灵的时候 他就说有一个 Ramp 有一个上坡那个地方 让你就是说跑到上坡那把车停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地方 这条路呢 就是说 这个五号公路呢 也是一条非常非常这个危险 坡度很大很大的路 基本上就是说 从这个这条路要有三个大坡才能翻过这个 洛基山 然后到卡尔加里 但是他这个不到卡尔加里 也不到埃尔巴塔那边 就是在这边 在这边有湖 有这个有山 基本上他这个卡尔加里 这个城市呢 就是 沿着这个湖 形成了一个小城市 非常非常优美 他集中 我感觉他集中了好多特色 第一 他没有这个温哥华那么多鱼 第二 他不狼 第三呢 他是有相当于这个山城一样的感觉 所有的建筑呢 所有的建筑呢 就是说这个他都是在山上建的 所有的住宅呀 都是在山上 你这样走到那地方 你这感觉是感觉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非常非常有一种这个度假屋的感觉 非常非常舒服的度假屋 在四周呢 就看到这个 有一种 室外桃源的度假屋的感觉 但是呢 他还有飞机场 都什么都有 他主要是两边的飞机场 都比较大 有点飞机场 这个 现在这个 埃尔巴塔那个有油田嘛 埃尔巴塔油田的呢 很多这个油田工人呢 他们好多就是住在这个 呃 科隆纳 住在科隆纳 然后他们坐飞机呢 去那个埃尔巴塔北边那个叫 福特莫科里 那个地方去那个上班 坐飞机过去 坐飞机回来 当然他们很多有很有钱 公司配他们飞机票钱 很多人都住在 很多人住在这边 因为这边呢 就是说 呃 类似于昆明那个地方的气候吧 四季 四季常温 呃 没有 没有冬天的 呃 很多人就说 为了这个气候的原因是 埃尔巴塔搬到这边居住 呃 这边到埃尔巴塔就很近了 大概有一国一开车的话 大概七八个小时就开到这个 开到埃尔巴塔了 就说七八百公里吧 对 开到埃尔蒙顿的地方 呃 整国开到埃尔蒙顿 一国开小车的话 就是 呃 也是三路 但是说呢 开最小 开小车呢 应该是影响不大 当然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坡 比较陡在这个 在这个洛基山的地方 但是说的 这个 我的感觉就是小车影响不大 沿路特别是夏天呢 呃 风光很有美 冬天呢 非常非常的惊险 雪比较多 在这个洛基山的那边 在这个呃 碧溪这边也好一点 碧溪这边没有那么多 呃 没有那么多雪在这个地方 但是说呢 在下边那边 雪就比较多了 这个地方那个 给我的感觉就是 呃 非常非常的就是宁静的一个城市 呃 如果你有这地方 如果你有机会在度假 我们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特别是冬天 呃 这是到在加拿大这个本镜之内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 夏天也很好在地方 他这有个 这就说这里边这个很多就是 这个土著人都住在这儿 就是说就是说加拿大的这个 这个 First Nation 呢 因为他们都住在这地方 呃 我到这里来呢 是就是说这个 从这个 就是说 朗泪 前天在那个朗泪洗了探口以后 到朗泪到这个 到这个地方来呢 就是说基本上全都是山路 一路就是爬坡爬过来 啊 就是说在很多很多地方都是山区 全部都是山区 啊 现在就开了大概有 一段时间了 现在先停下来找一杯咖啡喝 这地方就是说 加拿大就是这样 就是Tim Houghton在全国各地 不论在哪里都是 呃 都有Tim Houghton 麦当劳 所有的不管你山区也好 这个城市也好 都是一样的 什么东西都一样 令人惊奇的就是说 不论你在哪里 他们都有这些东西 Home Depot啊 沃尔玛啊 我就要停在这里 Tim Houghton 下去买一杯咖啡喝 停下 停在路边 应该是没有警察来抓我 这个地方可以停一下 但是说这个地方下去要买一杯咖啡可不容易 要要翻过一道墙 买咖啡回来了 继续开路 加拿大的这个伟大之处 不管是在这个乡村 还是在很遥远偏僻的地方 它的交通 公路 设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都是这个硬化的这个水泥路 所有的地方的这个设施 你成大城市有的 小城市也有 甚至小城市拥有的东西比大城市还好 它这个这个 居住呢 实际好多人在加拿大居住 并不是说选择城市 好多加拿大人是选择环境 它喜欢什么样的环境来居住 对我的感觉是非常 这个地方下里边就 这个地方如果夏天你来的话 就会感到青山绿水 非常优美 但是呢 它是一个内陆的 内陆的城市 但是有湖 有湖 它这个气候也不一样 是内陆的气候 大家看 这就是这一条大 有一个大湖 这个大湖这里过了一个桥 那他们是他们的这个 是他们的城市中心的 那么实际我在开车这两边的湖的两边呢 也都全都是这个住宅区 那么住宅区 现在我拍这个正面呢 可能是看不到 但是说你如果在车里开车看到的景面呢 是非常非常的优美 因为你在这修行 类似于一种 好像就是说在安省北部 有些湖啊 夏天的他们那种叫度假屋啊 那种情况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地方就是说 它到也就四个小时的车程了 到这个温哥华 那么好多人呢 顺着到温哥华也是坐飞机过去也很快 开车过去也是很快 这个地方就是说很宁静 很僻静 城市不大 但是说呢 什么都有 样样俱全 但是说它处于内陆的城市 这个优美的内陆城市 有山有水的内陆城市 这是我喜欢的 加拿大的一个城市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来科隆纳 我以前从来没到过这个科隆纳这地方 我到过的很多地方以前呢 可能是也没有记录下来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我到过 从东到西加拿大 我基本上都走遍了 但是说呢 像这么优美的 所以说在这里你说要吃的像吃松果餐 那没问题 有的是 因为滤油风景区嘛 一定很多中国人在这里 在这里的海滩 它主要是淡水的湖 淡水的湖的海滩呢 就是说游艇啊 钓鱼的游泳的海滩 都非常 顺两边看 都是非常优美 但是我这图一边开车一边用这个拍不下来 现在就是说进入了它的Downtown 就是说这个市中心的一个街路去了 它这个市中心没什么大东西 因为它就是两边 四周都是山 所以说它就是沿着这个湖边 沿着这个平坦的地 沿着这个高速公路两边 这个一个小城市 这个集中的商业区和商业街 因为商业区 商业街都是沿着这个 它这个市中心都是沿着这条这个高速公路旁边 97系高速公路旁边 那么它住宅呢 这些这个真正的家庭住宅呢 反而都是在山上 或者说在山顶上 你从这个车里看 它们的山顶上是 那些建筑是千姿百态 各有特色 真的很优美 就是说相对于多伦多来说 多伦多只是一个大城市 相对它这种特色的城市 多伦多是说应该说没得不能类比的 但当然它跟温哥华也不一样 跟其他城市也不一样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城市 如果你有机会到这里度假 到这里看 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地方 在这里你可以停下来 静下心来看 享受 既可以享受山 又可以享受水 在这个地方 又可以享受一种这个热带 热带森林沙漠的那种感觉 我是在这里边呢 就是说它这边有一家厂家 阿什兰这家厂家呢 因为这个运费太贵 所以说它那个厂家就要关门了 它就要把它所有的这个货物呢 运到美国洛杉矶去 现在我就要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 这个拉一个货 运到美国洛杉矶去 那么我运到美国洛杉矶要经过很多很多这个虾谷 和这个这个大大大山 中国呢 也是从97号公路向往很多大山 那么到美国洛杉矶呢 那也是很长的一段路 所以说呢 你欢迎你下面继续上去看点 收看我的这个video 我们要往洛杉矶 可能有一段段续续的 我们到这个洛杉矶的路上要走 这条路 现在这些 这个是城市的最东边 maple 誰 感谢观看